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且心脏也不好 啊 对 你去检查 还要排队了 你在台党这里一分钟 半分钟 几秒钟 对 他每次看医生要等很久 我举例子 他以为是 傻姑娘了 我是举例子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妈妈有一个 你妈妈的 就是你的外婆啊 还在不在啊 还在 还在是吧 那么奶奶还在不在你的 就你爸爸的妈妈 不在 不在是吧 我现在看见一个个子不高的 脸瘦瘦的 头发往后梳的 一个老太太 眼睛不大 鼻子蛮高的 在你妈妈身上 你去问问你妈妈 这是不是像奶奶的样子 好像是我爸爸 对 奶奶的样子 你看 我刚刚描绘 他说像他爸爸 然后 他想起来他奶奶 奶奶 你爸爸是你奶奶生的呀 听得懂 我说对不对啦 对 傻姑娘 好了 现在知道毛病了吧 把你一找到根 念经一念掉 你妈妈身体马上恢复好起来了 有灵性在身上好不起来的 我可以告诉你 你妈妈的关节都非常的差 对 已经 她的盘骨已经动过手术 现在还在等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她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小房子要叫她念89张 89张 好吗 而且你妈妈记忆力现在很差 对 头发掉得很厉害 对 她有吃药所以掉头发很厉害 看见了吗 好了 谢谢师傅 你 你现在知道帮你妈妈放生不了 还没有放生 你 我告诉你 你妈妈明年有个节啊 你妈妈明年几岁啊 现在几岁啊 三六九 六十 六十 明年六十 五十九岁 今年五十九 好了 明年一个节 五十九 可能是续岁 明年是十岁五十九 你妈妈有个节 听得懂吗 听得懂 现在我看你妈妈 右肾上长那个东西 右面的腰上长那个囊肿 你叫你的妈妈经常腰酸痛 对不对了 对 你赶紧叫你妈妈吃全素好不好 吃全素 能不能吃全素啦 我会劝她吃全素 什么叫劝啊 你问她要命还是要吃荤啊 叫她吃全素 那我妈妈要放生多少条鱼 两三千条鱼 三千条就可以了 好吗 谢谢师傅 好吗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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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